为了降低成年人口的吸烟率 也提升职场的工作品质 华联市卫生所在日前 特别前往华联市清洁队 办理112年度烟酒槟榔防治 营造健康职场环境的宣导课程 期盼能够借此提升无烟职场的共识 并增加对人们戒烟以及戒槟榔的意愿 华联市卫生所主任胡一多和医护同仁 为情节队员进行免费戒烟门诊 及口腔癌筛检 替健康做好把关 并说明烟酒槟榔对身体造成的危害影响 同时邀请营养师进行职场健康饮食卫教宣导 要为队员们建立正确的饮食观念 除了卫教之外 我们今天会做的就是口腔粘膜检查 口腔粘膜检查是30岁以上 如果你本身有抽烟或者有吃槟榔 正在抽烟或是曾经吃过槟榔 都建议两年可以做一次 那戒烟的话 戒烟的话我们会有门诊 然后会有药物 或是说有一些行为治疗的方法 然后让它可以减少烟品的用量 或是正式达到戒烟 为了降低成年人口的吸烟率 也提升职场的工作品质 华联市卫生所在日前 特别前往华联市清洁队 办理112年度烟酒槟榔防治 营造健康职场环境宣导课程 而市长维嘉宴也亲自带领清洁队员 进行无烟职场宣示活动 那就比较在我们年龄层 近40岁的一个上下的 我们抽烟人口是比较多的 也希望说大家有抽烟的这个部分 也希望说能够来戒掉 因为其实抽烟的 只要一点燃烟 可能就会有数以百种 甚至千种的一些危害的物质 就会飘散出来 那对自己肺部也不好 那还有我们的槟榔 那其实口腔癌的一个数据 一直高攀不下 那也希望说 在可能在工作之余 可能有一些 不管是朋友或是同事 拿烟跟槟榔给你的时候 请一定要说不 因为未来身体是自己的 可能会造成许多的危害 那今天特别要感谢华联市卫生所 特别来这边举办一些讲座 跟免费的一个见解 市长威家彦非常重视 公所同仁的身心健康 除了会定期安排全身健康检查 也分享自己年轻时期 也有抽烟吃槟榔的习惯 但在三年前依然决然戒掉 每天固定抽空游泳 急剑走保持运动习惯 以自身经验鼓励在座的清洁队员 一起维持身体健康 记者 徐立晴 华林氏报导